歡迎大家來到IM青年職學平台 我是Michael 我是Ricko 我是Amy 停課期間有什麼要做呢? 做廢青 我也是 我就不同了 我快畢業了 我不想畢業變失業 所以已經默默地在家寫CV了 我還是做廢青書 不要緊 現在有個機會 我們在限時之內來的CV大比拼 我一定會贏你們 那我輸了 喂 給你失敗 今次IM製作部會特別製作一份虛構的CV 我們要在25分鐘內 將500個人履歷 修飾成一份精簡的CV 然後交給專業的HR Manager 作出評分 就讓我們三位主持人 看看誰最有錢力找到工作吧 1 2 3 4 5 什麼都寫下去了 他連幼稚園都寫下去了 好厲害 我都沒有 嘩 這麼多 星座的那些 HR不會對一對星座 看看八字合不合 個人性 我覺得應該都不用放到CV 在interview的時候 自我介紹一下 到時你再說 可以給他一些新鮮感 數字只是我表面的工作 我真正身份是一位研究生 我發現這個星仔 他是第六屆香港Pokemon的第二名 但很可惜別人不看你這些 未生日是二十歲 他怎麼這麼厲害 看來這個應該是神童 二十歲已經大學畢業了 You're Mac Friend Brent Rambo 他跳級的 但神童也沒辦法 最後還是要人家撿CV 有做這個聖James的 I am online mentor 這些是KEEP 青仔 MK這名字 CSE 是不是都要寫的呢 但沒有系統 可能列列出來 或者用桌子去寫出來 會好一些 我自己就沒有擺照 可能因為我自己讀工程 不是很需要推銷的東西 就不需要推銷 吹水吹了太久 好像不太夠時間寫 你現在只剩10分鐘 我當50%了 你做PVAC的話 我不會請你回來做PVAC 我應該會寫 我做過這個委員長的報告 還有做過這個PR 但其實這個西班牙文 雖然是厲害的 但如果她的工作是不需要說西班牙文的話 那根本好像沒什麼用 嘩 時間快了 真的越來越緊張 汗都飆了 對了 搞定 搞定 唉 還有1分30秒 我覺得很簡陋 糟了 她已經過了一板了 怎麼辦 首先看看這三份CV 在CV準備方面 我都會有一些小提示給大家 第一點 無論你的經驗有多少 最多最多你的CV content 千萬不要超過兩板子 第二點就是千萬不要overstate 有些東西不要延過其實 第三點就是在內容上面 你就要有鋪排 如果你是沒有經驗 是Fresh grad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放一些Summer job 或者一些Regional exposure放在那裡 而至於Don't方面 就要留意了 就是中間有沒有一些Typo 或者一些Grammatical mistake在那裡 另外有沒有Margin的一些問題 而最後就要留意著 有沒有一些遺留的Information 例如是你的電話contact 你的email address等等 好 今天大家準備的CV 已經在我手上了 接下來我就會公佈這個結果 大家心情如何呢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評分準則就是10分為滿分 排名不分先後 第一份就是Riko 就會有6分 Amy Amy那份也有6分 OK 而去到最後一份 Michael 我會給了的有7分 所以我們的獲勝者就是Michael 為什麼會選Michael呢 其實Michael準備都是整潔清晰 以及全部都很分明 而所有內容裏面 一看你的Point form很容易明白 不會有一段段落 我們就看吧 因為作為一個Interviewer 是要快速感受到這個Amy 其實是否適合的 改善空間就是什麼呢 有多一點的Pullet Point 就是講述每一個Job裡面的Duty 是什麼 以及裡面的月份時間格式上 都要提供 很榮幸今天是接到這個獎的 那現在呢 就有點興奮 因為我就想看看會不會有些懲罰 那些什麼 哈哈哈哈 那你可以借你7分那份給我參考一下 因為我見問和他應該寫得差不多 哈哈哈哈 好 學一下 今天現在同分應該是第二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今天呢 應該兩個第二 沒有第三 就不用懲罰的 打啊 Super Yeah